哈囉 大家好 我是Rio 今天主要來想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幾個比較好用的軟體分享給大家 第一個就是MOS 3.0 那我相信大家都知道MOS的這個軟體 但是它最近出了一個3.0 雖然是需要訂閱制的 但是我覺得非常好用的是因為 它在管理你的收支的時候呢 它的選項非常細 同時音助行 娛樂 到其他跟音收項目都有 像平常我們11助行 不外乎就是早餐這些 再來交通 我們可以用捷運 汽車甚至是停車費都可以 然後比較特別的像收入 因為有時候我們生活上不是只有支出而已 有時候我們可能會領到薪水領到獎金 然後再來如果你是有在玩財券或是運財的人 這個MOS 3.0也可以順便幫你記錄 真的是非常方便 然後最最最最特別的是 你如果今天有借人家錢 或者是代付的情況 你也可以用這個細項來去做記錄 以免我自己忘記 然後如果我有跟人家借錢 我也可以選擇去記錄 這樣也不會忘記說 你原本到底欠人家多少錢 而且你看你今天花了多少錢 它在Apple Watch的表面上 它這邊都會顯示付的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非常愛花錢的人 你每天看到這個表面 我覺得這個視覺效果會非常有用 像我非常喜歡亂花錢 所以當我每天看到我這個負的數字一直在上升的時候 我就會警惕自己要好好的控管自己的花錢 所以MOS 3.0這個我其實還蠻推薦大家的 因為你在Apple Watch上面做的這些動作 它都會同步到你的iPhone裡面 甚至你也可以同步你的iCloud 它也會同步把這些細項全部都傳到iCloud 那再來第二個推薦的軟體就是這個Store卡 那我相信大家有非常非常多的會員卡 而且你要把這些會員卡都要曬到皮包裡面 真的是非常麻煩 第一個你要先下載手機的App 然後把你的會員卡全部都輸入到App之後呢 它就會同步到Apple Watch的App裡面 我今天要買東西 我要用會員卡的話 我直接這邊按Store卡 按星巴克我就只可以用它的會員卡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軟體 個人覺得還蠻好用的 一個付費的錄音軟體 它可以放在Watch表面上 因為我工作上都需要做一些錄音的動作 所以我都把它放在快捷鍵這邊 我一按我就可以錄音了 而且這個軟體的好處是 它錄音之後啊 它只要一存檔 它就會同步到你的iPhone裡面 你也不需要點什麼下載什麼 反正你錄完啊 只要你這邊看得到的檔案啊 iPhone上面同步就看得到 那之後如果還有什麼好用的App 我也會拍成影片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